大家好 我是Philip 今天和大家來到珠海的橫磅 這個芒舟的生態公園 突然間會來到這裡 因為我朋友想拍攝小鳥 他有港車北上 所以就和大家 拍片和大家一起拍攝 究竟這裡有什麼好拍 或者拍到什麼 我們待會出發去公園 看看這個生態公園 有什麼可以拍的 我們待會再進去 我們要先去橫琴 先去到芒舟的濕地公園 就在大嶼山的廣州大橋 就開始過了 過關香港關 去到澳門那邊 去到澳門或珠海關 也去到橫琴 再去濕地公園 那裡本身有個免費的停車場 當然車位有限 如果你是假期去的話 就要留意拍車的問題 另外就是我們今次在東門那邊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去過這個濕地公園 這個濕地公園也挺大的 有個好處就是 其實這個濕地公園 很多位置都可以走出去 所以就算我沒有來過這個濕地公園 我也希望找一個比較容易去到 亦希望可以拍到更多不同的地方 紅色的兩點再厚一點 應該是有兩隻鴨 那是 40元30分鐘 是否有什麼橋都可以走到呢 我也是走這條路 有紅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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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起斑粉店 香港是這個嗎 是的 這個季節是這個 好像走出去一樣 有沒有走出去 沒有土地 這些呀 這些走出去 有紅蝶 在那邊 我聽到那些聲音 在那邊 我聽到那些聲音 有紅蝶 有紅蝶 是嗎 有紅蝶 看到嗎 有紅蝶 有紅蝶 看到嗎 這不是鴨來的 而是闢梯 這就是我選擇這次的原因 可以走出去的橋 可以接近水面 希望不用太遠 有時不同的湿地公園 可能也會有比較遠的距離 希望有個地方比較近 下面那些是甚麼來的 先看看 是呀 在那裏 是呀 看到嗎? 那一段時間 空中有這麼多人在飛 不知道是甚麼 後面有很多人在飛 白露 太大風了 看不到去哪裏 有時候不幸運 有時不幸運 沒看到的時候已經飛走了 不是經常說可以拍到的 剛才那些鴨 之後我們去到的時候 都已經離開了 跟時間有關 因為公園差不多9點到10點到 其實也硬開的 而且當日是假期 遊客多 其實也有影響 雀鳥可能會走得快些 咦? 好像都是飛 不如先拍一下 是呀 也是呀 百喉和雙飛 很多隻 真的 風前一點 多了 其實現在我去拍攝生態 都是為了一種 就是少少官鳥 再加拍照 其實盡量不打擾生態為主 亦是拍到固自然好 拍得更加好 但是 就算拍得不好 或者位置等等 其實都是平常心 有時 雀鳥這些事情真的很難說 噢! 這裡有果樹 有果實 所以它在上面石頭 我看到一條橋 對 但只有背面 是一條橋 我先把橋樓 摔下了 下面 這個位置很漂亮,水平 這個位置很漂亮 噢,還有一隻伯爵令 這個位置很漂亮 你們先走,沒事 謝謝 攝影師 你好 你好 在哪裡 可以再前一點 看到它 看到它 其實一路看到赤頸鴨都很想過去拍攝 但是我們越走得前 越難找到它的終跡 剛才那些赤頸鴨 已經走光了 所以就拍不到 這些水平等人 在這裡 草地 白爐 中貝白爐 突然出了陽光 原本天氣都比較陰 濕濕 也不太好 突然一陣陽光出來 大家看到那陣熱氣 會令畫面飄一下飄一下 這也是 遠距離 長焦距 會影響 影像 當然 相片可以令到它 沒有那麼困難 影片就會看到 熱氣浮一下 在這裡,這棵樹 然後看到 它有V 地下 另一隻 有兩隻 有 其實中貝白爐 都不是一個 看資料 都不是一個很罕有的鳥 但是很有趣地 整個旅程 都 我數一下 都看到 有十隻八隻 真的挺厲害的 平常一隻起兩隻 也沒有看到這麼多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濕烈公園 好處就是 有些很穩定的地方 被人走出去參觀 當然 是一個這麼公開的地方 如果是比較多人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會嚇到鳥仔 但是 亦可以造就到 可以令人類和它們 再接近一點 這也是一個公園設計的初衷 我們發現了一個 平台仔 對面有些紅冠水雞的有料 或者成料 就在這裡 亦都後面有一大堆的夜露 一會兒都會和大家拍攝 那些夜露 有些很特別的事情發生 大家可以看下去 這個紅冠水雞 其實在我台灣的旅程中 都有拍攝過的 亦都是一種 非常常見的 近岸的鳥仔 亦是比較有趣地 這次我們拍攝到它的幼鳥 另外就是 後面那棵樹 有些夜露 可能我看的那棵樹都是白色 我以為是樹種 但原來是夜露 整棵樹都變白色 後面有一堆白露 我看不清楚是小白露 還是大白露 還是中白露 先拍照 回到法國去查看 裡面的確是有中白露的存在 而且不止一隻 其實有時候 我現在都會 以官料 加上影相的心態 都會先拍攝 再慢慢查 始終因為我 都不是很厲害的高手 一眼看得出 所以有時候拍到回去 再查書籍 或者上網的資料 就會比較好一點 再查看 這次我拿的是 10600的鏡頭 追暢到600mm 亦知道 今天來到 有機會拍水鳥 一些岸邊的鳥 亦會帶著2X過來 可以造成 有一個比較遠的距離 例如我用過2X 可以有1200mm 亦可以加上 2X3角 有一個更長的焦距 令到我拍攝的彈性更加大 看有沒有其他東西 草上面的那隻 所以剛才一路走 都找不到剛才我們想拍的鴨 Pick Tight 也好 如果有不同的位置 就算是同一個物種 我都會盡量拍下來 想一些不同的拍攝方法 例如拍片 不同的構圖角度 就算是同一種物種 我都不會介意拍下來 當然 如果拍得越漂亮 當然是越滿足 來到一個草叢的地方 我發現很多補起的粉碟 這隻魚蝶在季節會比較多出現 看到有追疊的情況 就立即拍下來 也是有趣的生態 對面有些路 下面 你說的那隻是什麼 Pick Tight 好 它們都是八路 撐住啊 但上面有一隻碑 看到嗎 好搞笑 八路上面有一隻碑 對 對 前一隻 這裡有很多百路 剛才說過 我們拍攝 紅冠水雞 有很多夜路 我們逛逛逛逛逛 到另一個位置 就發現這堆夜路突然起飛 我數過 大約超過百隻 100隻以上 100隻以上的夜路 其實我真的沒有拍過 也是很壯觀的場面 過百隻的夜路 一起飛 之前也有拍攝過 他們燈樹枝的情況 也拍到它在樹上 有像巢的物體 我懷疑這裡會不會是夜路的繁殖地 當然我不是專家 我也是狗狗蝦 所以看到有些不同的東西 就算是夜路 也是很有趣的 那個是麥豆 看看 中豆還是麥豆 對 知道 不知道是否運氣問題 也不知道為什麼 走了很久 都沒有什麼發現 也看到 都是很遠很遠的地方 我們手上的器材 連2.3都不夠 都不夠遠 所以比較遠 拍不到 所以現在 發了傻 什麼鬼都拍 低下來 什麼都看見 有趣的東西都拍了 其實我已經發覺 我之前一直都用著 雀鳥的對焦 Z8FM2.0的雀鳥對焦 但原來 我發覺 原來追 蝴蝶也是可以的 當然 這不是官方的定義解釋 只不過我自己試 如果他又會 會追 他飛 如果他認到 頭寶 也會認頭 這件事 挺有趣 相信 如果 如果 真的要做一個 昆蟲對焦 我相信 應該都不太難 但我覺得 如果 暫時我這樣看 我用過 最後對焦 去拍蝴蝶 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當然 大家 如果想試 都可以試一下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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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飛進去 應該是 紅色蝴蝶 好 在那裡等 等了 應該會比較難 唉 所以這些蝴蝶蝶 其實我看到 應該是蝴蝶蝶 我之前在另一個地方拍過 幾十米外 已經飛走了 非常害怕 很多時候 小雀蝶 比較少見人 或很怕人 都是不奇怪 很遠很遠 就已經飛走了 我還沒看到 它已經離開了 所以比較難拍到 走囉 走街 在那裡 在那裡 泥灘 在那裡 有時 在這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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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時 你能摸到嗎 在這裏可以了 這裏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一個水中間的浮橋 浮橋可以大約接近水平面的地方拍攝 我挺喜歡這個位置 但是這個位置當時只有劈梯 但是也是一個很好的位置 有機會是否有機會回來 再拍攝其他物種 浮橋的位置 旁邊我覺得是不錯的 他安裝了網 當然我不是為了藝術去拍魚 安裝了網 如果萬一真的滑腳 或者有些小朋友 有些老人家不小心擦錯腳滑下去 都不用馬上下水 有個網浪浪浪 這個安全我也是做得不錯的 其實整個旅程都拍攝了很長時間 走了十幾公里 即是回去看看紀錄 即是十幾公里 但其實不是拍攝了很多東西 但其實不會失望的 因為去一個不同的地方 去體驗一些不同的東西 看看當地的物種 或者當作是官鳥 或者是山步 或者是行山也好 什麼都好 其實都是挺好玩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好地方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介紹給我 讓大家一起知道有些新的地方可以去一下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去到當地 就算是尊重當地的規矩 亦是尊重當地的生態 各位影片先說到這裡 喜歡的請記得按LIKE 訂閱頻道 有什麼意見 在下面留言說 以及剛才說過的就是 記得如果有好地方 一起看耳客 一起去看看 看看我們有沒有時間 去看看拍攝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